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来看一下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指的是利润对于影响它的几个因素的一种敏感度的一种分析 比如说当价格上涨1% 利润就会上涨5% 那么我们用这个5%除以1% 就得到一个5 这个5叫做敏感系数 当敏感系数超过1的时候 我们说利润对于价格来说是敏感的 也就是说呢 价格的一个百分点的变动 它会引起利润更大幅度的一个变动 利润对价格相当敏感 如果这个出出来的这个数呢 小于1 也就是说这个利润就对这个因素就不敏感 那么一般来说呢 对于这个固定成本是不太敏感的 比如说固定成本增长1% 利润的变动可能减少不到一个百分点啊 但是每个因素 每个公司 它的这个 包括每段时期 它的这个敏感系数都是不一样的啊 这是每个影响因素 它会有时候在不同的时期 它会变动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计算这个东西啊 那算出来之后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想降价促销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啊 我们这个利润对于单价的敏感系数是5 也就是说价格每下降1个百分点 利润就会下降5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的利润率一共才2% 所以价格下降1个百分点 我们就会亏损 所以呢 这个我们需要慎重啊 就是降价促销的时候要慎重 那掌握这个信息 对于我们做这种经营决策啊 比如说降价促销这种 是非常有指导意义 或者说帮助作用的啊 避免我们做出一些错误的这个判断 所以呢 这就是它的一个价值啊 那么我们下面呢 来看一下啊 就是它在User里啊 怎么去制作 主要分成这么几部分啊 那第一部分呢 就是利用利润 以及它的影响因素之间的这种关系 然后创建出这种计算表格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啊 里边会有一些公式啊 然后呢 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 以下提供的空间功能 帮助我们很方便的进行测算 那就是这个啊 大家看到的滚动条 这怎么用呢 比如说我这个价格想上涨1% 我想观察利润变动幅度 我就可以在这里点击啊 向右点击 那大家看呢 我一点击呢 这个单价 这个变动百分比就会变成 有0%变成1% 也就是说 你点一下就会增长1%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利润的变动幅度 就会是6.67% 这个例子就是用这6.67%除以1% 就是6.67% 就是它的敏感系数 也就是说啊 利润的变动幅度是价格变动幅度的6.67倍啊 所以 单价是个敏感啊 敏感因素啊 如果我再点一下呢 它就会变成2% 所以大家会发现了啊 这滚动条啊 它是这样的 每点一下 它增加一个百分点 这是向右点啊 那向左点是什么情况呢 就减少啊 比如说它现在是0%啊 如果我向左点一下 它会变成负的 那个1% 也就是降价 价格降低 你看这个 原来是20 现在变成19.8 然后这个 这个利润 它的变动幅度呢 也是6.67 只不过是个负的 就是说 利润下降6.67%啊 这样 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这个 通过快速的点击这个滚动条 可以快速的这种去测 做这种测算啊 非常方便 这就是空间的价值 就避免我们就是说 每次去测算的时候 都要手工来这修改 现在就不用了 点点鼠标就完成了啊 所以这个 我建议大家呢 还是把这几个影响因素呢 都给它加上这种滚动条的空间 然后以方便我们进行后面的测算 这种滚动条经常会出现在 我们做的各种各样的模型里边 因为很多变量和参数 都是需要做这种假设分析嘛 假设分析就是what if analysis 就是当这个因素变动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结果会怎么样呢 就是做这种假设 所以这滚动条呢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很方便的实现 这种假设分析啊 基本上呢 是这个样子啊 下面呢 我们可以来做一下 因为这里边使用了这种 这种数组公式 可能大家看起来不太好理解啊 所以我们重新呢 在一个空白的表格上 我重新把这个模型给大家再做一下 新建一个表 然后呢 就是这样几个项目 我们给他起几个标题啊 这个比如说第一列呢 第一列当然是这个这个啊 B列我们给他起个标题 叫做变动前 前数据啊 然后呢 变动后数据 我们先把标题给他写上哈 然后是变动值 然后最后一列是变动百分比啊 变动前销售量啊 5万啊 单价20 然后单位变动成本16 固定成本 5万 然后还少一个少一个利润啊 我们把利润放在这 那利润等于什么呢 那我就去写一下这个公式啊 利润等于销售量啊 乘括号里的就是价格减去 单位变动成本 扩起来再减 再减什么呢 固定成本 然后减出来就是利润 这就是变动前的情况 那么变动后的情况 这个会是什么情况啊 那我们这个其实变动后的数据啊 我们是需要算的啊 大家想想这个怎么算的 这个是不是说变动后的数据 就等于变动前的数据乘以括号里的 一加变动百分比呢 是这样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写一下这个公式啊 等于啊 变动前数据就这个5万乘括号里的 一加上 这里啊 变动百分比在这 然后回车 哎 他现在还是5万 因为变动百分比例没数是吧 所以是相等的把这个公式复制到这 复制到这 那利润这个变动后的数据是多少呢 我们也可以先把它复制下来啊 然后变动值是多少呢 大家想想变动值怎么算呢 那变动值是不是可以用变动前的数据乘以变动百分比就是变动值呢 是这样对吧 所以呢 变动值等于啊 这个 这个B2乘以变动百分比回车 因为现在变动百分比里都没数啊 所以他这里出来都是0 对吧 其实啊 我们这里啊 我们看这个利润啊 他的变动后数据啊 我们把这个计算利润的公式考 就是复制过来就可以 因为用变动后的这些数据算出来的利润就是变动后的利润 对吧 所以这里我们就不用那个什么了啊 不用刚才那公式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变动值变动值 我们就可以变动前的利润乘以利润的变动百分比就是利润的变动值 对吧 好了 我们把这个什么把把这个只有这几个有边框都去掉啊 好 那么现在就剩下变动百分比怎么算了啊 那如果说我们这是手工往里 往里录的话 就每次往里敲的话呢 你看这个 这个他就能够把前面那几个值算出来啊 我们在这里要算一个利润的变动幅度 利润的变动幅度呢 应该是利润的变动值去除以变动前的利润 但是我们这个变动值又引用了变动百分比这样的话循环引用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变动值的这个公式改一下啊 利润的变动值就等于变动后的利润 C7减去变动前的利润 这样的话就不会循环引用啊 然后我们这个利润的变动百分比呢就等于利润的变动值 然后除除就是斜杠 除以变动前的利润 回车 当然他现在是没有啊 这没关系 那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手输一个百分之一 那大家看呢 这里就有数了对吧 我们把它变成百分比的显示 然后给他 小数也显示出来 这样的话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那这个销售量呢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然后利润就会增长1.33个百分点 对吧 那如果是价格呢 我在这输一个百分之一会怎么样呢 那大家看呢 单价的这个利润对单价的这个敏感系数呢 是6.676倍 变动幅度是价格的6倍 所以所以利润对价格是最敏感的 对销售量一般啊 就稍微比例稍微大一点 然后单位变动成本会怎么样呢 你再数一个看一下 1%好 那单位变动成本每上涨1% 大家看利润会下降 因为负的嘛 负的5.33% 这个所以利润对这个变动成本 成本也是相当敏感的啊 仅次于价格 然后这个固定成本呢会怎么样呢 比如说固定成本上涨1% 价格会怎么变呢 大家会发现呢 这个利润只会下降0.33% 所以呢 利润对于这个固定成本是最不敏感的啊 最不敏感的 所以大家看呢 我们这里可以手术啊 但是这个有点累啊 比如说我经常需要这个调整这里的百分比啊 这样就很累 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利用这个空间啊 然后加上滚动条 然后一点击啊 就像刚才咱们看到那个效果 好 现在呢 我们来添加这个空间啊 让这个假设分析啊 Whatif这种分析呢 变得更方便啊 加空间的话 需要先调出这个开发工具选项卡 就这个啊 这个啊 如果大家在我们的Excel上看不到的话啊 那么你需要去设置一下 就是点这里的文件 然后选项 然后自定义功能区 我这是2013啊 可能如果大家用的是2010的话 那个吧 那么它的界面可能是有所差异的啊 自定义功能区里边这就有开发工具啊 默认是这里没打勾的 所以默认情况下 大家是看不到这个开发工具的啊 但这里你只要打上勾 然后确定一下 那这里就会出现这个开发工具啊 大家先把开发工具调出来 那能看到开发工具之后呢 我们就去在里边去找一下空间 就是这儿 大家看到啊 这儿有空间 空间里边有插入 插入点开 这有两种空间 那一种呢 是叫表单空间 一种是ActiveX空间 我们要用的是表单空间啊 你看它长得特别一样 这这都一样的对吧 但是下面别选错啊 表单空间是直接可以在单元格里调用的空间啊 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啊 表单空间里而且不止一个 那我们做的滚动条是哪一个呢 是第二行的 第三个 如果我们把光标放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 这种名称的提示啊 叫滚动条 好 就是它 点击一下 这时候鼠标会变成 吸十字 然后比如说咱们先做一销售量的吧 然后在这个它后边这单元格这 按住左键拖出 拖出一长条矩形啊 大小合适 比如说一个单元格那么大就可以了啊 不要太大 好 你看这就出来了 出来了一滚动条 现在就可以点了 你看到那条现在晃动对吧 在移动啊 但这样点了没用啊 好像它不能去修改这个 变动百分比的这个数值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对这个 滚动条去进行设置的啊 我们先把它呢这样 点右键可以把它选中啊 然后按左键把它挪动到其他位置啊 我们先把它挪到旁边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设置 什么呢 右键 设置空间格式 我们要对它改两个东西啊 那第一个呢 就是大家看这条形 默认不是在中间中间的啊 我们希望它就是说双向变动 既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 那么我们需要把它的当前值啊 改成50 为什么50呢 改成50啊 因为大家看到它最大值是100 最小值是0 50是正好居中 所以它就居中了啊 我们是希望改这个50是希望它居中啊 这是第一个要改的 第二个要改的呢 单元格链接 单元格链接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待会儿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这个其实就是说它可以给这个 我们在这里选定的那个单元格里复值啊 好 我现在呢 把光标放在里边 然后去选一下这个F2 就是在变动百分比后边这一列啊 同一行的这个单元格 好了 这时候呢 就改这两个地方就OK了啊 然后确定 这时候大家会发现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们不去动它的话 哎 这里这个数值正好等于50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改了当前值是50吗 对吧 居中的时候 呃 这时候我们来观察一下啊 如果我现在点击滚动条向右 那大家看每点一下它会增加1 50会变成51啊 5253 然后向左点呢 它会变小 4948 对吧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50就可以写一条公式 然后让它呢 来计算这个变动百分比啊 当然光靠50 你看这50并不是这个变动百分比 我们要把这50变成啊 这个变动百分比啊 这怎么算呢 我们就在变动百分比里写一公式啊 等于就是用这个F2 就这50啊 然后除 写杠 除以50 然后减1 然后呢 啊 扩起来 再除以2 写这么一个公式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大家想啊 50除以50就是1嘛 1减1就是0 所以大家看它出来是0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滚动条向右点一下 它就不一样了 就是变成51除以50了 那咱们在旁边辅助计算一下 你看一下啊 这个意思啊 就是希望大家理解它是什么意思 51除以50就是1.02 那1.02 大家看在这个公式啊 又减了1 1.02减1 当然就是0.02 0.02再除以2 就是0.01 那就是1%嘛 所以这个公式呢 就正好能够确保说 这个滚动条点一下啊 不管向右还是向左 那么它这里正好出现1%的一个值 所以就是为了算出这样一个百分比的值啊 那么我们每次点击呢 它会你看 它会增加2% 3% 4% 5% 对吧 好 这个就是一种机制了 就是利用这个公式来算出它的变动幅度 然后因为这个50啊 这个50在这儿不太好看 所以呢 通常我们会把滚动条拖 拖到这个单元格上方 然后正好利用这滚动条 把那个数值给盖住 这样大家就 我会看到后面那个参数 我会看到参数了 我会看到参数了 把它拖得整齐一点 拖得整齐一点啊 这是我们经常会用的一种方式了 就是把那个参数给隐藏起来啊 放在后面 这样的话 你只看到一个变动的百分比 看不到那个50 50亿啊 不过大家就会比较奇怪 那是个什么数呢 万一随手给删掉了 你这就不对了啊 然后这个就我们通过点击这个呢 滚动条呢 就能够快速的去查看说销售量发生一定幅度变动的时候 对于利润的影响是多少了 对吧 比如说销售量增加5% 然后利润就增加了6.67% 对吧 增加6% 它就会增加8% 这样就我们做起假设分析来就很方便了 那么大家可以如法炮制把这个公式呢 把它复制粘贴到下面这几个影响因素这 因为这个地方呢 都没有那个参数啊 所以这个公式最好是做完 做完这个空间 然后呢这里出现50这个值之后呢 你再写这个公式啊 否则的话 它就会出现这种很奇怪的错误 对吧 那这里呢 咱们就不一个一个做了啊 因为都是大同小异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是大家手工啊 自己把这个作为练习呢 然后把它都加上啊 把所有这几个因素都加上 这样的话 我们就做好了一个敏感性的分析 好 这一节呢 我们就到这儿 咱们就能复制作为练习呢